之後我們會談海保區 但是我們今天中午在開這個會的時候 也在討論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我們科學的角度 我們在畫海洋保護區的時候 一定會去畫說這個地方漁業資源好棒 這個地方非常的珍貴 這個地方非常的特殊 所以我把它畫下來 可是就社會科學的人來說 他不見得會這樣操作喔 社會科學的人 他們當時在畫厚壁埔的海保區的時候 他的操作方式是什麼 他是我的尋守員可以尋到哪裡 所以我畫到哪裡 然後覺得我如果今天海下可以去尋守的人 你畫這麼遠一個地方 我根本也尋不到 我也管不到 那我畫這麼遠 有沒有這麼大的意義 所以會發現不同領域的人 他可能最開始的那個思考模式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當時 本來希望這個課的設計的時候 其實希望比較多跨領域 就是不同科系的學生 比較尷尬的是我們這邊都還蠻多我們自己的學生 所以我也很很感謝很高興 有其他領域的學生可以來一起參與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有不同領域的人 能夠有不同領域的聲音 可以在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可以發生 所以這是給大家一個參考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之後會在相關的資訊上面看到說 跑出來一個什麼叫做跨科學跨人文領域 就是這個東西 好我們先把我們上個禮拜的事情解決 這是你們傳過來的檔案嘛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用什麼來分順序勒 那個那個後門幫我關一下 阿傳檔案時間都是剛上傳的對不對 那我們來照一下檔案大小來分好了好不好 好 不然每次都照那個字或是照那個多無聊 我們來換個不同的方式 我們來照檔案大小來分 那那個 那個自己就知道自己順序了喔 從最小的 他是你們從最大開始我隨便啦 我我剛已經放了啦 從最小開始 中間很難挑耶 你還要中間上下上下上下 我沒有讓你們選 今天我說了算 從最最小的開始 欸對我剛剛有點名嗎 還沒有 所以我要問一下坐船的都回來了吧 沒有 因為據說下船之後沒有點名 所以 有人坐船沒回來嗎 都有齁 確定喔 有沒有什麼同學 你們很有很久之後 室友發現不見了 沒這回事齁 沒這回事齁 好 我之後會再跟你們說 怎麼去去去去 去坐船的那個事情 但基本上去 繞船好玩嗎 不好玩為什麼不好玩 會暈船 很無聊喔 很無聊喔為什麼 對 去看船 你沒有 我們至少有列一堆的東西 讓你去看那個一堆的東西 以前有沒有做過 跨到那個所謂的二港 到後面去看過後面那一塊 你們有看到小鴨嗎 不會吧 沒有 應該沒有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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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地道過去耶 他有這地道過去喔 對啊 不是跟那個傳統說不要 不要 跟他說不要 所以他就沒有過去啦 哈囉你們看到是背面還側面還後面 還正面 不可能看到正面吧 你們一定是看到側面跟背面而已啊 有壓制喔 好好好都沒看到 我讓每一組上來至少三到五分鐘 因為你們上來都粗暴過 所以只是把你們這個禮拜回去之後 有驗證過的一些資料 或是有看到一些比較特殊的東西 想要補充的 3到5分鐘 3到5分鐘 那 是 小肩帶 沒有人要暫停的行為 我們都有談到 那 可是是給大家一個想法 或者是希望大家 如果上個禮拜也都還記得 我們有給你們一些講義 就是最開始的那個時候 是海洋生態的那一份 那你會發現海洋 海洋生態的那一份 其實 像我上次說 我給你們的那一份 英文的那一本 它大概涵蓋了 就是國外基礎海洋生態學 他們在談的這件事情 那你會發現 他們為什麼要先談 這個所謂的基礎的海洋生態 他會告訴你說 我會知道這些魚 在所有的這個裡面 它的生殖的方式是什麼 它會有什麼策略 它是生多的 還是它是用什麼樣子的策略 我會知道海洋的那個特性 在幾公尺以下有光 幾公尺以下沒有光 所以我今天在看 這個所謂的生物系統的時候 我會知道說到底 我會知道說這個生物的體系 它是用什麼方式去做改善 或者甚至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學工程 或是我們在做任何的 含工程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會不會做了一件事情 破壞了這個 本來這個地方的適應行為 比如說剛剛有些人在談 潮間帶的時候 它很擺明了 就我今天已經演化出這種形態了 我可以適應半乾半濕 我可以去適應一下子是演 一下子是淡的這個狀況 可是我會不會因為 我今天填了一個海面 我讓本來這些所謂的潮間帶開始 哇它沒有交換的系統了耶 它會不會所有的 時間或是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狀況 通通都在鹹水 或者通通都相對來說 在淡水的這個狀況 所以理論上來說 它會協助大家 再去看這個所謂的工程的時候 不是只有存工程這件事情 而是從這個所謂生物的本質 從生物的生態 從生物已經演化了這麼多年 去形成了這件 去形成了它的 它的習性也好 不是它的狀態也好 去思考 那 那理論上來說 上個禮拜 我們有談到這件事情 所以理論上 這個大家都有在做 把 都有在做媽 所以我每個禮拜會 請大家一下 所以理論上 你們上個禮拜要去稍微 看過了一下不同的菜單 那 到這個禮拜 應該已經 要去看完市場了 去逛了哪些市場 前鎮與市 有看到他們在賣什麼魚 看不懂喔 沒有問他喔 沒有跟他喇咧一下 是他太忙沒時間理你 對 他們講俗米 有些俗米 他們講俗米 然後有些石鎮與市場 有些石鎮與市場 好 如果有拍照的話 如果有拍照的話 可以請那個 黑黑海姿的多好用 去鑑種一下 看一下那個魚類學 學出來那個 到底是什麼魚這樣 或者是你去查一下那個魚類圖鑑 那如果要的話 我那邊應該有魚類圖鑑可以查 然後可以去查一下 到底這個是什麼魚 那我上次也有提到說 有提到說要給大家看一些基本的範例 那我們這邊有三個 一個是美國的 是上次我給你們看的 就是我待會給你看那個網頁 可是基本上它就是 比較屬於這種小冊子型 那對我來說有一點困擾 如果今天假設我是 我是實用者 我可能會跟大家一樣 我明明知道這個叫做巴基拉 可是我不知道巴基拉的 學名叫什麼 就是學者到底叫它什麼 所以我可能會在這個名單上面 我看到的是 我不認得的魚 可是我已經把它吃掉了 那你會發現 它在它的這個手冊上面 我們等一下之後 這個相關的資訊 那都有網址 所以美國的它是有分不同的 不同的區塊跟不同的州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不同區塊的州 的手冊 download下來 那就像剛剛看到的一樣 它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冊子 它就是對摺 然後你摺摺摺 可以放到口袋 大概摺起來就這樣小小 非常小的一份 那它裡面分的 剛才說的 綠色黃色紅色就是 不可建議吃的 或者是可能要考慮一下的 或者是非常不可以吃的 那它上面每一項都是列那個名稱 就是這隻魚叫什麼 叫什麼名字 所以會碰到一件事情是 我不知道你們在台灣的餐廳 會不會看到 比如說中式的可能會 會告訴你說 這個就叫做清蒸食魚 可是瓦災食魚是什麼魚 反正就是現在抓上來的魚 我會不知道它的這個名稱 日本料理店 我比較容易看得到 我今天吃的是竹甲魚 我今天吃的是什麼型態的魚 或者是黑胃 但是如果今天就一個消費者而言 有可能我直接給你名單 不見得像剛說你們去看 我不見得會認識它 或者我不見得會可以把這個名字 跟我所謂吃到的魚去做 去做直接上面的連結 這個是台灣版的 台灣版的 我印象中是海生館 可以生物動向性中心 可以下載 那它裡面稍微 我覺得比較平民化一些 它有照片 所以你會發現 它同樣 基本上我們現在看到幾份 大家的分類狀況都是一樣的 都是分成這三種 就是建議你可以盡量多吃的 或者是建議你可能要想看看再吃的 另外一種就是盡量避免不要吃的 可是它就會在這個上面去標說 這個圖 這隻魚或是這個東西 即使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可是好歹我看得出來它長什麼樣子 就是活著的 活著這不是主上餐桌的 是活著的時候 所以你會知道說 我今天如果今天在墾丁大街上 我在那個魚缸裡面去選魚的時候 我會不會選到一隻 我雖然不知道它叫什麼魚字 可是它基本上出現在我的名冊裡面 所以這個是台灣版本的 冊子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香港 那香港也有做同樣的手冊 同樣的這個海星的指南的手冊 那香港的部分 香港的部分它的冊子稍微多頁一些 就是它有介紹告訴你說這個狀況是什麼 可是它裡面有一個 它也沒有照片 可是它裡面有一個是它最後面會去標說 這個地方的來源跟它的捕捉的方法 就是它是養殖的還是它是補掉的 所以我今天在吃的時候 我非常有可能去看到說 啊原來我現在名單上面有的這一隻 它是它可能是用掉的或者是它是用養殖的 那我去選擇 我吃它是對生態環境不好 還是因為那個養殖可能加的這個耳料是比較 我們講的不是這麼純植物性的耳料 所以它非常有可能裡面有含比較多的重金屬 所以我有可能那個傷害是同時也會傷害到我自己自身的安全 所以我會從這個上面得到這樣子相關的這個資訊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今天你們在做或是你們在想 你們要去訂我們自己南台灣的這個手冊的時候 你想要給人家看到什麼資訊 比如說我今天到底要不要給人家看到圖片 或者我今天要告訴人家說它到底是什麼方式去補食的 還是我想要讓人家怎麼樣去用這個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們可以把你們自己的同學拿來當試驗品 就是你可以自己先說我今天就做了一個小小的東西 我丟給我的同學 那請他在吃的時候稍微翻一下 他覺得他看不看得懂 或者他有沒有辦法照著你的這個手冊在餐廳去做操作 或者去選或者甚至去日本料理店喔 我都有名字的 我去日本料理店選魚的時候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甚至後期如果我今天要去push餐廳的老闆 你可不可以在這個季節的時候參考一下這個手冊 盡量用這些所謂去買這些所謂的魚種 要這個老闆是看得懂而且可以接受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時希望同學開始去思考 海鮮或是思考這個魚的這個相關的事情 那我們會把相關的網址再給同學 所以針對這件事情有沒有問題 理論上你們應該要看了那個供給面跟看了需求面 就是去看了餐廳跟看了市場 知道那個需求面 在餐廳裡面怎麼被老闆處理這些海鮮魚貨 他怎麼去定這些海鮮魚貨的這個類型 那你也看了供給面看了魚市場 告訴你說 魚市場到底怎麼賣這些魚 它有哪些型態的魚 它怎麼樣去處理這些所謂的不同的魚 或者是它的來源有哪些 那你去決定 我要在台灣怎麼去定這個相關的這個資訊 有沒有問題 要有一個實體 那我前面講的是就是這種小冊子 所以你會發現喔 即使剛才那個美國的東西它不會太大 因為它沒有辦法讓人 有些如果今天餐廳願意的話 它是放在餐廳裡面隨手就可以拿 但是如果今天我會 甚至如果我今天做到一份這個東西 它是不好閱讀的 它不是一個我隨手拿在手上 是可以隨時非常快閱讀的東西喔 所以不能做到這麼大份 所以你剛看美國的那一份 它是可以直接摺摺摺 它叫做Pocket 就是我可以直接放在口袋裡面 這麼小的一個所謂的小冊子 但是我上面有 我該要有的這個資訊 所以你可以想看看 你怎麼樣可以吸引 所謂的消費者 願意配合你的行動 或是願意配合你去做這件事情 那去達到你要的目的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都沒有喔 都沒有喔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 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三個國家 現在都用這個 那我沒有要求你要用什麼樣子的分類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用什麼樣子的分類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都OK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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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理論上的下個禮拜 我們會有你們的手冊六個組 告訴大家說那個手冊 長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進到另外一個層面 是我們要談 我們要談海洋產業 也就是 從你們上個禮拜開始延續去看港 會去看說 我們到底 人怎麼使用這個 這個所謂的海 或是我們人怎麼去 不同型態的利用 或是不同型態的介入 這個所謂的海洋的空間也好 資源也好 所以你們覺得 有哪一些人類利用海洋的型態 想像得到的 你們的海洋學導論 或是海 不知道什麼的導論 人怎麼去用這個所謂的海洋 有哪一些類型是你們會想像得到的 吃 我把它吃了 我把裡面所有的生物給吃了 還有什麼 什麼樣的資源 是要礦產 還有什麼樣的資源 空間 我要去佔領土 所以我在這邊插個旗 這塊就是我的 所以我要用空間去換 這個裡面的所謂的資源 還有什麼 其他的是我們會用到的海洋的型態 油氣 其實是非常紅或者是非常多的 你們隔壁那個窗簾打開就會看到的 油氣 還有什麼 交通 我所有的航運 我所有的運輸可以透過海運 還有什麼 戰略 什麼意思 我把它當作是佔領土的這個部分 就是剛說的那個領土空間的那個部分 國權 還有沒有其他的海洋空間 或者是海洋裡面的資源是人會去使用到它的 能源 能源 你的能量是指能源嗎 OK 好 能源 所以剛剛有說能源 還有沒有其他的 沒有了 差不多了 我想一下喔 基本上如果釋報 他也必須要在他自己的範圍 或是在 不確定公海可不可以 我去查一下國際海洋法公約 我再告訴你能不能在公海釋報 基本上我印象中應該是不行 我去查一下公海可不可以 可是我確定可以的一定是自己的領土裡面 但是不能在公海裡面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拋棄廢物 把他的空間當成是儲藏 去丟廢物的這件事情 好我等一下會談那個 我們為什麼要談這件事情喔 這個先有一個小小的概念 我們叫做DPSIR模型 就是 會牽涉到我們等一下怎麼使用這個空間 你會覺得看起來好 哇 我們的解析度還是很髒 看起來好多很複雜的英文字 或者是很複雜的這個狀況 它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循環 最上面從 我從那個D開始 最左上角那個 那個是 我們講說 Driving force 就是我先有一個驅動力 所以假設 我剛才想的驅動力是 能源 哇 海洋有好多的能源 無止境的海洋 不管是波浪 潮流風力 或者是下面的天然氣 或者是任何的能源 它給我一個很大的驅動力 我要去用它 可是到下面一個 我在用這個的時候 或者是我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非常有可能對這個地方 會產生一些壓力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我可能會 不管說我今天要開始開採也好 或者是甚至 我兩個國家 可能國權我終日要共產 我可能誰跟誰要共產 我可能會 因為大家要去用這個東西 我產生了不同型態的壓力 那接下來 我可能就會是 這個所謂的狀況 所謂的狀況就是 我現在的這個環境 之前可能 不管這邊的人 有沒有學過環評 可是你會發現 我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這些drapping force 所有的這些壓力 我都會改變這個所謂的 現在的現狀的這個條件 然後對下面的一個狀況 我產生影響 不管是開採了 可能對周邊的水產生影響 不管是風力發電 在上面轉轉的時候 可能對候鳥產生影響 可是我都會產生 某一個程度的影響 那影響有好的 有壞的也有好的 不要全部覺得 所有的影響都叫做壞的 我也可能也有好的影響 我比如說風力發電 我就直接產生了電 我是不是就減少其他能源的使用 甚至我就可以 搞不好少了一座核能發電廠 所以我會產生相關的影響 那這個影響 會牽涉到下面一個東西 叫做response 就是反應 那這個反應是 如果我今天影響 是在我居民身上 是告訴我說 你家的魚 馬上就因為我蓋了這個風力發電廠 你這邊周邊全部都不准捕魚 那我漁民就一定跟你抗疫 我一定馬上就有反應出來了 那如果是告訴你說 我今天採油可能 本來我覺得 油田在我們這邊 可是菲律賓把它劃下去 菲律賓去採油了 我可能要去跟你 國家要去跟你抗疫 你佔了我的領土 你開採了我的採油圈 所以不管任何一個型態的影響 正的或是負的影響 到最後都一定會產生一些 反應或者是回饋 那這個反應很有可能變成下一輪的 這個所謂的Droping Force 這件事情 所以先把這個循環稍微 大概先記到腦袋裡面 等一下你會再看到它 但是我們先回過頭來談 我們現在談的這個所有的使用 都是那個Droping Force 其中一個部分 因為我仍要去用它 它有這麼多的資源 它有可吃的 可以在上面航海的 可以在上面做任何事情 拋棄廢棄物的 都代表我要用它 所以你們剛才說的幾個 其實都有 那我都各舉一些 你們可能知道或者是不知道的事情 那可能知道的就稍微聽一下 不知道的可能就看著 那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 運輸 對不對 剛剛有提到說 我海上所有的空間 我可以拿來做運輸使用 所以你們上次去看的 所有的貨運 你們上次在看的時候 後面幾個櫃有沒有正在運作 還是都停滯的 有在做 所以有看到那個 那個吊臂吊爪在抓 欸那還不錯 有沒有看到閃紮貨碼頭 怎麼叫閃紮貨碼頭 我們不是走去看 好壓的齁 確定喔 好 貨櫃就是你會看到那個貨櫃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閃紮貨碼頭 就會是你會看到 比如說他在抓 礦紗 或是抓穀物 他抓起來的東西 不是一個完整的貨櫃 是非常散的這個貨物的 欸有人有點頭 有人有要頭欸 是兩批可能不一樣 第二批有可能看到閃紮貨 你們看到的閃紮貨在抓什麼 剛剛有人有點頭 你們有看到的閃紮貨在抓什麼 看得出來嗎 白白的 那邊有一個台 那個台唐的那個那個穀物廠 所以有可能在抓穀物 確定 看到在抓煤灰的齁 黑色的沒有齁 不同的這些貨運喔 理論上你會在那個港邊 或是你在繞那個港的時候 會看到它有不同的影響 那你剛說的白白的 有可能沒有空氣飄散 但是如果是煤灰 非常有可能有空氣飄散 它就是抓一把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風如果一吹 那個周邊的看起來的空氣品質 就不會太好 即使沒有去做實測 所以你會發現不同的船進來 機率比較少 但是你們應該沒有看到有 油輪 那個洩油的 沒有 你們剛剛沒有看到洩油的 好 那 這個是一個什麼系統 這個很好玩喔 這個如果你今天對船有興趣的話 它是一個公開的系統 你可以上去幹嘛 看每一艘船 今天進高雄港的船 然後它是隨時會跑的喔 它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有一艘什麼樣子的油輪 或是貨輪 準備要進高雄港了 然後它從哪裡開 它是掛哪一個國家的國旗 上面貨載的是什麼 主要貨物 就是貨櫃或者是油 或者是那個剛才說的 散渣貨碼頭 然後它會 跑到什麼地方 然後你第二天可以去看 它離開了沒 它是不是還在 那 非常 尷尬的 我抓了兩個港 下面是高雄港 我同一個時間抓的 然後 就還蠻尷尬的 我們的只有這麼幾艘小船在那 跑來跑去 對面的是那個 下面的那個是 上海外海 所以是進那個 上海那邊的碼頭的 所以它的船相對來說 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個系統現在已經是所有的地方 你要去看哪個港 基本上都看得到的 那它可以做一件什麼事情 它可以做一件 如果我今天 假設 這個真的也發生過 我今天假設在高雄港 那 我看到一艘船 在漏油 假設它已經出去了 然後我也知道 這個後面就漏了一批油 應該就是剛 咪咪咪幾號那個船 可是它已經離開我家 我家的門了 怎麼辦 馬上看它的航機 知道它有可能 下一站要去日本還是韓國 那我電話就可以直接打過去 告訴他們說 哪一艘船在這個地方 有漏油 我有相關的證據 那是哪一個編號 它停在哪一個位置 下面一個國家 我就可以帶得到這艘船 我就可以有照片告訴它說 你在哪一個地方 你有一個什麼樣子的漏油 或是有什麼樣的事情 我就可以 如果它沒有改進的話 我韓國也可以跟你說 我不要讓你進港 基本上你在漏油的狀態 所以這個所有的航運 或是所有的這個系統 我已經可以透過很好的 大家互相的這個網絡的系統 跟這個空間 去知道 到底這個港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或者有沒有可能 我去把這個港 目前發生的這些問題 去跟別的港去做溝通 那另外一個很大的部分 你們剛才說你們吃的這個魚 那魚的部分 除了你們知道的遠洋魚 或者是釣的這個魚 我大概講一個海洋養殖 有沒有去小琉球看過鄉網 或是澎湖看過鄉網 你們看的鄉網多大 就是那個小小的一區 很大區 一個鄉網 就是原型的鄉網 你們搬去碧旅沒還沒 你們要去哪裡碧旅 不會又要去澎湖吧 你們前幾天很常去澎湖 下次去的時候去看一下它的鄉網 多大或是長成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希臘的鄉網 非常非常的大 你現在看到下面的第一個 是一個潛水夫 這是一個人 那這個也是一個人 所以它的鄉網是還蠻大的尺度 不是可能我們覺得 欸就是一個方框框 或是一個圓形的那個樓子 它的鄉網其實是可以大到 在國外的大型的這個養殖 它可以大到非常的大 那你不用去細看這個裡面 但是他們的養殖 在台灣還有非常 台灣也有自動可是不多 在國外已經有這個 所謂的自動打耳器 其實我非常專業 我的大型的鄉網養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只要定時我的這個耳料 就會像那個樓下的澆灌器一樣 我就會噴耳料出來 在這個裡面去做養殖 那你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任何環境的問題 長太多或是營養炎過剩 所以小琉球的鄉網 當時在做的時候 澎湖也一樣 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那個鄉網養殖之後 下面開始出現非常不好的海洋環境 或者那個營養過剩之後 造成小琉球當時他們是有一些 意見覺得造成下面的珊瑚礁死亡 因為下面就澡淚翻身過剩 然後把珊瑚礁去蓋住了 所以造成珊瑚死亡 所以他們也開始去控制這個 就是用這個東西 同時去做檢測我的海水 我是不是有營養鹽過剩了 甚至他們現在開始養殖的時候 去做供養 就是我同時在裡面養澡淚 它可能不在同一個網裡面 可是澡淚它需要非常多的營養鹽 所以你就會發現 我如果有比較夠的海洋生態的資料 有可能可以減緩很多的環境影響 我會知道說 這個鄉網養殖產出了太多太多的 高的營養或是高的廢棄物 那我同時在它的上層 或是在它旁邊去養海藻 或去養這個藻類 那讓這些藻類把這些營養延遲掉 那我的藻類也可以拿去 不管做發電 或是這些藻類拿去做那個綠藻電 或做任何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減少這個地方的海洋污染 或者是海洋影響 那他們可以把這個鄉網 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東西 它可以在同樣的一個平台上做完 就是我可以在這個 你剛剛看到非常大的那個鄉網 下面養魚 養完之後我直接上來就處理 處理完我就冷凍 冷凍完我就直接把它賣出去了 所以我甚至這個養殖 我不用進到我的本島 我不用進到澎湖馬公島 我不用進到台灣 我可以直接就把它鄉網養完之後 我就直接處理掉 所以如果我今天 照你們剛剛說大家科技都很好 可以 可以現場做完所有的報告 我可以 直接在這個地方 我就把所有的迷惑 現實去該處的處理 在賣掉都賣掉 所以鄉網養殖現在是在 國際上一個很大的趨勢 就是我可以怎麼樣 控制很好的海洋的環境的條件下 然後我有這種大型養殖 它可以有非常非常高的產值跟產量 尤其在對這個 尤其像台灣或是對這個周邊 有非常好的海洋資源 或者是海洋的這個流場的時候 它可以有非常好的這個漁獲 相對來說 它可以減少很多的風險 就是遠洋漁船出去的風險 那我們等一下會談有其他的風險 就是比如說颱風 或者是台灣這個周邊的流 比較沒這麼穩定 也會有比較多的颱風 會造成鄉網所謂的損失 那我們等一下會談 你可以怎麼把這些不同的功能 去做整合或者去做結合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講的 直接遠洋出去 那我直接抓的這張照片 是抓那個大的 那個阿拉斯家的那種大的蟹 所以不是只有台灣喔 基本上在全球 漁業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產值跟產量 也包含我可以提供 非常非常多的員工 我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工作機會 在船上工作 在船上工作非常辛苦 很辛苦 但是相對來說 風險很高 但是相對來說報酬也還不會太差 所以這是一個很多靠海或是靠漁業產生的這個國家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可以靠海維生 可以靠海持續產生相關的這個產業的這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繼續談下面其他的海洋的那個功能跟產業的這個部分 先下課十分鐘 所有的這個海洋資源除了活的 除了空間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這個也可以當作吃的啦 可是這個其實會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產業 那另外一個你們可能以前課本會看到的 這個猛河 有聽過嗎 沒有搖頭點頭轉頭 猛河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大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多的重金屬 所以他們在開採的時候就發現 當時有非常多的 尤其在公海上面 他們開始去討論那個海洋國際海洋法裡面 其中有特別有一張 就是針對海底下面的這個資源 歸屬誰或是誰可以去做共同開採 其中很大的一個部分在探討猛河 因為想說這個地方的資源 有非常多的重金屬 如果我可以開採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我可以拿到這樣子的資源 或者是我可以拿到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大概的 畫的這個區塊 是大家覺得那個猛河分布的區塊 可是到目前來說 都還沒有被所謂的商業開採 就大家只知道說這些猛河有存在在這邊 它看起來有非常高的密度的重金屬 非常高密度的這個金屬 是可以讓我們去做珍貴的基礎 是可以讓我們去做開採的 那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有不同國家的共同合作 或者是有這樣子相關的機會是可以去做採取的 那另外一個最近的新聞有看到嗎 就我們的海下鎖 那這兩個都是海下鎖的老師 有見過嗎還是都沒有 你們的右手邊穿黑色衣服這個是王兆章 是吧 應該是吧 如果那個照片沒有錯應該是王兆章 有見過嗎 有見過嗎沒有 在海下鎖 那另外一個我不太確定是不是那個洪 洪 洪庆章是嗎 我不敢百分百確定那個是不是洪庆章 誰說是 對 是嘛那個是洪庆章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他們發現我在 還蠻很厲害喔 他發現那個可蘭的那個甲腕器 所以而且照他們的那個探測的量 其實是還蠻大量的 所以 如果有興趣做海下技術 或者有興趣做相關這樣子的研究的 其實我們的海下鎖還蠻厲害的 雖然他們老師的總體數不多 可是他們其實長期是在做不同的海下技術 那也包含用這些海下技術去做探勘 或是去做一些不同型態的這個機械啦 或者是設備 所以他們也有升學的老師 然後也有比較偏 跟應該比較偏向技術或是科技的老師 那我不敢不敢確定洪老師是什麼領域的 但是基本上他們當時 在規劃這個案子規劃了很久 那也得到還不錯的結果 就是真的有把它點燃 所以確定下面其實是有蕴藏量的 那這個其實 如果我今天真的可以在海下去採到 台灣可以省非常非常多的能源 甚至它可以 我忘記他們當時算有沒有算到說 它可以取代多少的電廠 可是基本上他們當時開採的時候 有發現下面的含量其實是非常高的 就是可以減少非常多台灣進來的替代能源 那另外一個 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高中的地理有沒有學過 這是另外一個 也是相關的海洋的 我們可以叫做 也是算 某一個層面把它解讀成礦產的資源 鹽 不是鹽 哪裡來的零 鳥大便 所以 以前高中有聽過 那個鳥大便去丟丟丟丟丟丟 我可以把一個島堆起來 我可以在上面去 有相關的零礦這件事情 對不對 可是你們可能聽過非常多 比如說台灣周邊的小島 澎湖或者是北方的山島 有一些地方海鳥水鳥非常多的 有可能有這樣子的這個產業 可是舉一個比較大的這個例子 這個在諾魯 那 它是我們的邦交國 知道齁 好 不知道趕快背起來這樣 它是我們的邦交國 欸不多了 但是它還是這樣 那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它當時這個島 它就這麼大一K 大概跟小琉球差不了多小 差不了的那個大小 差不了的那個大小 非常非常的小 可是它當時 這個是他們 年產的GDP 他們當時整個國家 在當時他們在採這個零礦 他們當時 因為他們的地理條件非常好 它就在一個中間的小島 所以上面已經 長年累積了非常多的這個東西 非常多的零礦 所以他們當時全島 不用做其他的生意 我就賣這個就好了 它光賣這個 當時他們曾經可以拿到這個國家 是全球的前幾大有錢人 它可以有錢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們上次 因為系上一個計畫 我們有去這個地方 它就非常的有趣 它可以有錢到 然後當地的人跟我們講 他們最有錢的時期 他們的party最喜歡玩的遊戲 是把車子推到海裡 就是那個鮮鮮沒事車子 就一台推到海裡 反正我就再買一台 就再進口一台這樣 它非常非常的有錢 可是它有錢在什麼 它就是賣零礦 可是很快喔 他們的GDP就下來 因為它零礦賣完了 所以 所以 你現在看到的 這個一個一個非常像那個 桂林的那個石柱的那個東西 這個下面 本來全部通通都是零礦 它就是一個一個挖 它就是開始下去挖 所以這整座島 如果你去想像一下 他們告訴我 這個當時是他們的島上最高的地方 就是這個兩邊 理論上就是一座小山了啦 然後現在 全部 就是全部就是大挖 就是把所有的上面的那個表層 覺得比較寒 比較高 成分高濃度的這個零 全部通通都賣掉 就挖出去賣掉 所以 整個的島 開始變得非常的慘 因為它賣完了 那 他們當時在賣零礦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很 相對來說 因為它一下子有錢的太快 就是因為靠這個海洋資源 它有錢的太快了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 沒有什麼求生的技能 他們當時所有的東西 反正覺得 我有錢嘛 所以它所有的東西 就是直接靠這個管 把這些零礦運出去 那現在他們的工廠破了壞了 他們也沒什麼能力去修 反正 就這樣 然後 所有的島上很多非常離譜的事情 包含他們上面曾經有全東南亞最好的五星級大飯店 因為非常有錢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那個五星級的飯店是馬桶壞的壞 裡面電視壞的壞 因為沒錢了 所以我們去旅館住的時候還非常的有趣 會進到那個房間裡面 我就發現為什麼那個馬桶是不會 不會 不會 不會沖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櫃台說 為什麼那個不會沖 他就說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洗手間裡面有一個水桶 我想說 有啊 洗手間有一個水桶啊 他就說 那你還問 就是拿水桶自己裝水下去沖啊 就他們不會去修這件事情 他基本上所有的東西壞掉了就是壞掉了 所以那個對當時他們的文化是影響非常大囉 他可以在一代 一兩代 一兩個年代之間 非常的有錢到非常的沒錢 那 他們你會想 這個島上 一個小小的島 小琉球這麼大的大小的島 我的水哪裡來 它是沒有水的 所以他們其實這個上面是有一個非常非常高級的 RO逆滲透的水場 也是用非常好外面運進來的油在那裡運轉 然後讓那個逆滲透去操作 可是對他們來說 你看到這個人他在裝水 可是他們的水管就是一直流 就是他覺得 反正我也不知道要珍惜 反正就讓他繼續流 反正 有國家會贊助我們 有其他的澳洲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國家會贊助我們 所以他基本上的生活型態 因為報復很快的有錢的這件事情 造成整個島開始出現很大的變化 即使他的島 這是我們去看的時候 他的島其實是非常高的生物多樣性 是很漂亮 本來是屬於那種熱帶 熱帶靈相 或者是有很好的超間帶型態的島 可是因為他們不太在乎 所以現在全部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他們現在比較離譜的是 他們想要做二次礦 就是已經沒錢到了一個程度了 所以他們去發現 有可能地底下還有第二層的二次礦 可以挖那個靈礦 所以他們已經開始 已經開始動作了 已經開始要去挖二次礦 就是繼續往下面挖 再挖下面那一層 當時去累積起來的這個靈礦 所以會發現 我即使只是一個 當時來說 大家其實都非常不可自信 我可以只是一個單一的 一個靈礦 就當時單一 小鳥在那飛飛飛 聚集在一起的 我竟然就可以產生 這麼大的能量 或是可以讓這個國家的人 裡面有錢到這種程度 那現在沒錢到這種程度 那他的沒錢是真的非常的 有趣的沒錢 我們去才知道什麼叫做家圖四壁 就是你進到他家裡面 真的只剩四面的牆壁 什麼東西通通都不見了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特殊的習俗 就是之前太有錢了 所以他們的習俗就是 他只要家裡有喜事 比如說生小孩啦 或是結婚 他的家是開放讓鄰居搬三天 就是因為他之前太有錢了 他也不在乎 就是我今天太開心了 我家裡辦喜事 所以我家門打開讓你搬三天 但是因為他後來沒錢了 可是這個習俗還在 所以他就會變成 我沒錢了 可是我也開著門讓你搬三天 所以到最後他們的每一家 都真的是家圖四壁 就是碎地板 然後你沒什麼設備 沒什麼東西 可是他們的垃圾廢棄物場非常的多 在垃圾廢棄物場 你會看到非常名貴的冰箱電視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堆在這邊 所以是一個反差非常大的島 可是純粹就是為了只有一個當時的零礦 那所以會發現 我如果可以好好的應用一個所謂的海洋資源 或者是海洋的能源 它很有可能讓一個小國家去致富 而且那個致富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可怕 可以到全世界GDP排名前面幾名的這個國家 那另外一個相關的使用能源 你們剛剛都有提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知道 有非常非常多的海洋的能源 不管用空間的 不管用等一下談到裡面其他的資源的 是可以有很大的潛力的 這件事情也是現在非常多國家 尤其是歐洲國家 開始很努力發展的這個海上風田 那目前在比如說在英國 他們就已經有一座很大的海洋風場 就是我不是在岸上的喔 台灣現在看到也是在岸上的 就是沿著那個海岸線的 可是他們的都是離岸的 就是在海裡面的 所以當然有非常多的爭議 覺得可能對環境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可是有很多的國家 它試圖去減少這個所謂的影響 然後去踩它的正面 就是我相對來說 可以產非常非常多的能 可以產非常多的量 那同樣這個也是產能的 上面有英文 但是知道這在產什麼的能 其實比較多是波浪 那這個還在實驗階段 還沒有到上轉 所以他們當時會覺得什麼 我的那個海洋的波浪看樣子 每天就在那動來動去嗎 那我只要有任何的一個動作 或是任何一個運動 我好像都可以觸動一些機械的關節 讓它去產能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海面上 讓它不管是上下擺動的 不管是左右擺動的 它只要會動我的關節 就可以去讓它產能量 所以這個目前在試驗階段 所以你會發現 我可以透過不管它今天是這樣子的轉 或者是上下的轉 我只要在裡面去做機械的轉動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帶動它產能 那另外一個 海流 那海流的發電目前 傷轉的好像也沒有太大的案例 也都還在試驗的階段 所以它基本上跟那個空中的那個事情是一樣 只是我把那個Turnify轉到水裡面去 所以我只要在這個地方的稍微的洋流大一些的地方 或者這個地方有 比如說 澎湖跨海大橋下面 我可以有那個漲氣槽 那個漲退槽進去出來 非常大的那個能量改變的時候 我就有可能利用這個東西來產能 所以你可以把所有 之前你們在看那個海洋物理的條件 只要有這些差異的 我基本上都可以試著來產能 或者你們可能課本上有學到的溫差發電 我會知道 欸 海表那個溫度是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高的 可是我只要下到 100 200 米以下 我的溫度馬上那個那個曲線 驟降就這樣蠻快的 所以如果我可以用這個相對的溫差 我好像也可以發電 所以現在有日本有歐洲 夏威夷都開始在做溫差發電 那這個也還在試驗 不過這個很可愛 這個是 哇 我沒有連網路 我等一下再把這個連下來 或是你們回去自己看 它這個是什麼 這在海底放風針 就是路上那個風我隨便吹 它就在上面轉轉轉 可是他們就想說 欸 我在海底 我能不能透過不同的潮 或是不同的流 可能方向不這麼穩定 因為我剛剛說我的那個流 我基本上方向很穩定 我的騰擺才會跟著它轉 可是如果我的方向 不這麼固定的時候 我能不能產能 所以他們也做了一個試驗性的 就是我在海底面 像放風箏一樣 我拉了一條線 那你就那個風箏 所以上面再去轉 可是我在下面繼續收集你 你轉帶動的這個力量 所以海洋其實讓大家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想像 就是那個想像包含 我要用它的空間的 我要用它的裡面的 產出的資源的 甚至水裡面的岩份的 甚至連海鳥飛過去的鳥大便 我都可以用 到我裡面所有的海洋的這個洞 上下垂直的洞 水平的洞 因為潮溪跟著洞 我通通可以把它 產生某種型態的產業 所以海洋的產業 其實就整體來說 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最後一種 剛才你們說的 油氣 那 油氣我想大家就沒什麼好爭議了 你們都知道那個海洋油氣是什麼 所以我只找了一張 比較誇張一點的 這個大概看不到那個海灘的沙灘面了 全部都是那個洋傘 跟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都是 人 那 海洋的油氣 我們之後會有一部分小小的 談到海洋的油氣 但是 如果你有去過墾丁 你有去過 南灣那邊 你會發現 那裡的油氣行為 越來越可怕 越來越 有趣 就是所有的行為全部都在一起 水上摩托車 風浪板 香蕉船 反正你可以想像得到的 應該都在那發生了啦 但是 你去算看看喔 有人算過啦 那個小鴨一隻進來 高雄市賺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可以有一個 好的 你不用多這個一個人 一杯啤酒就夠了 他可以賺多少錢 很可怕喔 在一個人上來沖水 一個人十塊錢就好了 我可以收多少錢 所以相對來說 如果 我可以好好的運用 這個所謂的海岸的資源 或者是這個海洋的資源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產值 跟產業 所以 從剛才到現在 我們談了這麼多 這些的東西 台灣都有沒有 台灣都有耶 你看我剛講的每一項 看起來台灣都有喔 剛才講的 船運 台灣最少船運 非常的厲害 到現在 也沒有這麼差啦 還是船運的大國 我們的漁業 台灣出去 所有的遠洋 很多的遠洋漁船 基本上都是台灣的船動 所以 尤其是小琉球 所以台灣的漁業 非常的厲害 我們的 礦產的產業 現在開始 越來越多人去發展 包含 剛剛說的海下索 開始去發展 有相關的礦產的產業 或是傳統我們的岩業 曬岩也非常的厲害 我們有沒有 相關的能源資源 有啊 現在台灣也開始 除了在岸上之外 開始想要去做 海裡面的風田 離岸風田 我們有沒有 然後 遊戲行為 也越來越多都有 所以 看樣子 台灣周邊 所有的區塊 繞一圈 我們剛才算的產業 我應該都點得出來 應該都有 那 就會放到 我們講的這些產業 理論上都有喔 那 我到底 有哪一些政府單位 或者 我轉個方向問 剛才我們做的產業都有喔 那 你覺不覺得台灣 是一個海洋強國 大家都搖頭耶 我剛說的產業都有耶 人家那個小小的那個鳥糞 可以讓它變 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可以去打砸車子 當遊戲 台灣如果這些東西都有 為什麼你們覺得 不算海洋的強國 為什麼你們覺得不算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為什麼你覺得 如果我看起來 通通都有喔 我通通都有這些東西喔 為什麼你們覺得台灣 不能算 所謂的海洋的 強國 再講一次 科技帶來的效率不大 什麼意思 還沒有開始正式上轉 或是還沒有有其他的效益的這個部分 好 我們當然會看到喔 我們等一下像 要 要 都知道嗎 第三節課會讓大家玩點遊戲嗎 知道嗎喔 不然做兩節課很悶的 還是大家繼續悶啊 繼續悶喔 繼續悶喔 不好啦 繼續悶很無聊的 等一下我們會做什麼 剛才為什麼我說什麼叫做海洋的強國 你去算看看 如果我今天跟你說 這個國家叫做全世界很有錢的國家 他會看什麼 我的GDP高不高 對不對 我每個人的年收入高不高 就業率高不高 如果告訴你說 這個國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 大家可能就會看出 他的教育指數高不高 他的什麼的指數高不高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問你說 請你告訴我 台灣都有這些產業 而且資源看起來也沒有這麼欠缺耶 那為什麼我們不算台灣海洋的強國 我們到底什麼地方不夠 或是我們到底什麼地方的那個指數是不足的 所以我這邊很初步的列出了一些 等一下我們會再細部的討論 可是你先看喔 我先把它切幾個大的面向 第一個 我可以去看海洋經濟 對不對 那就發現我海洋經濟 我可以從很多 我現在只是舉出了10個 不只有這10個 可是我可以去看說 我到底台灣有沒有多少人在從事海洋相關的產業 會不會到最後我發現 全台灣的就業人口數有 假設隨便300萬人 接過阿赫只有5萬人在做海洋相關的產業 那就代表你有這個資源在這邊 可是你根本沒有人在這裡就業 所以我好像就沒有這個產業沒有這個經濟耶 那如果我今天去看 我的那個產業結構有沒有在變化 好像以前從事沿夜的人口有350人 到最後沿夜不做了 轉型沒轉型這350個人我也不知道幹嘛去了 可能去掃地了 所以代表我轉型完之後 我本來有的這個海洋產業不見了 它沒有再繼續存在了 或者我在看 我從事海洋相關產業的年齡結構 如果我今天算出來台灣的漁民 全破通通都在60歲以上 平均年齡 那我會跟你說阿赫尷尬了 台灣的海洋產業再過20年就不見了 因為這些人就80歲了 那你沒有新的人 所以我其實可以從各個不同的型態我去評估 到底台灣有沒有在做海洋經濟的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面向剛才說海洋科技 我們好高興喔 我們有產到那個海洋可燃器 可是我們到底台灣有沒有相關 有沒有相關的這個所謂的海洋科技 所以如果我今天去看一看 台灣的那個專利還蠻厲害的 可是蠻尷尬的 如果專利台灣每年有3000件 只有一件叫做海洋專利 代表我們根本就是陸域國家 因為我所有的專利都在路上 我沒有去重視這個所謂的海洋相關的 科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果我今天去看 其實我們去看一個海洋科技經費 如果那個王照張老師他們沒有拿到那筆經費 他能不能去做這個測驗 說實話很難 他做海洋技術非常花錢的 你要知道那個 如果你們那個出海一次 你要花多少的這個經費 你要有多少的這些儀器 去協助你做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我基本上連海洋科技經費 通通都沒有 我怎麼去跟人家談 我們是一個有海洋科技相關的 相關的人或是相關的這個部分 如果我今天去看 告訴人家說 我可以有很好的國際競爭 我可以跟人家去做合作 可是我看一下我到底 有沒有這些所謂的國家競爭的能力 比如說 我們當時其實很想去算 沿海地區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數 就是我到底 實際上來說 我整個沿海地區是不是普遍 處於比較 教育沒有這麼高的這個部分 代表我好像 某一個程度上面 我就沒有這麼重視 這個所謂沿海地區的就業程度 教育程度 或者我可以去看什麼 到底我們有沒有海洋談判人才 這是我們上次談說 如果我今天阿瑪斯號捧撞了之後 沒有人出去談 那就一定問死嘛 就反正就任人家宰割 可是如果我們有談判的人才 代表我們好像是 比較重視我們的所謂的海洋 國際競爭力的這件事情 那或者我也可以去看 這比較尷尬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海洋相關計師 我們的水利技師好像現在才要加考海洋 但是目前的水利技師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說實話這一項就很尷尬了 因為我們沒有真的所謂的國家認可 所謂的海洋計師 那就很尷尬囉 那我到底有沒有這個相關的人 這個是好像我放錯了 有一個這個 那是去年的學生 不是是我們第一年的時候學生放的 海公系的錄取分數 它其實是應該要放在那個競爭的這一塊 不應該放在海洋資源 你們自己會知道你們的錄取分數有越來越高 還越來越低嗎 不知道 越來越高 就是會去看那個 指考對不對 指考的時候不是會有那個 那個補習班都會去算那個 不管是補習班算的落點 或是最後出來的那個實際上的那個分數 一定會有個那個分數的形態 有沒有概念現在你們的分數大概在公科 你們上下的科系或是學校是什麼 我沒什麼概念啊 你們現在到底是什麼 指考的喔 就是通常 比如說他們今天會有 我今天什麼系什麼系 大概是差不多上下 那 我們那個時候 應該是 成大土木進不去 再下一個就是我們 所以等於那個時候我們的分數 是比成大土木低一些些的而已 我們那個時候分數還不低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你們的上下會是誰 你們都沒有任何概念喔 你們都不用填志願的嗎 你考完很久了 你考完至少三年好不好 三年沒有很久 我們的在什麼 什麼 或者是我們今天跟我們自己學校的物理系 化學物理系 電機系 機械系 機械系 誰的分數比較高 電機機械都比我們高 物理呢 物理比我們高 所以我們海關分數是有在下降的 不會啦 看你們把他拉起來這樣 好我可以再去查一下 但是當時我們覺得 會去看一些比較關鍵性的科系的分數 代表今天這個科系在整體的領域上面 海公不只是開玩笑講說我們自己系 但是其實應該是看所有的 比如說有這個所謂的海洋工程的科系 也包含那個成大河海工程 所以如果我今天去看整體來說 以前大家覺得 法律系一定是分數最高的 那我不知道現在海法律系 還是不是最高的 有可能是 就代表他的地位好像都一直還在 所以如果今天跟海相關的產業 或是跟海相關的科系 整體來說 他的分數在某一定的地位的時候 代表這個國家是重視 或是一般來說全民來說 是重視這個科系 或是重視這個領域的 所以就海洋資源來說 當時會有一些不同形態的定義 比如說我今天沿海的 我今天講漁業資源好了 我講海洋資源 所以如果我今天漁業資源 告訴大家說我的年貨量 越來越少 那我可能就要去看說 我年貨量越來越少 是代表我們的海洋資源越來越爛 還是因為 只是因為我的就業人口比較少 所以我沒有去補 可是另外一個變相是 全部都被補完了 所以我的相對來說 我的產量就會越來越低 那或者是 我可以去看 我到底我的海洋保護區 佔海域的面積有多少 如果我今天台灣整體的 經濟海域有三千公頃 可是我發現我海洋保護區很可憐 三公頃不到 代表什麼 代表你完全沒有在做這個 所謂的資源保育 或是資源保育 在這個國家不是被重視的 所以我可以去評估說 到底我有沒有在海洋資源上面 我是去在乎這個地方的 另外一個面向 海洋社會 海洋社會其實是比較偏向 社會科學的領域 但是我們也把它納在裡面是 我今天去看我們到底 第一個是你對沿海城市重不重視 你對沿海城市 比如說它的城市化的比率 或者是沿海人 它的大概的GDP的這個價值 或者是甚至沿海人士 他會用一些公共設施 比如說他有的電話 或是他對公共設施的滿意度 相對來說 它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 他們會去看海洋天災 佔所有天災裡面的補助比例 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的同樣 都是災害 可是一個是那個 颱風來造成的農災 就是那個農業損失 那另外一個有可能是寒害 就是那個漁民造成的那個漁業損失 我有沒有給他們對等的補助型態 或者我有沒有給他對等的這個補助的相關的措施 所以代表我是不是對這個不同的社會 對農業社會 或是對漁業社會 我有不同的認知 或是我有不同的偏重的這個價值 所以海洋社會是另外一個 我們會去看的這個部分 那第六個是什麼海洋事務 通常海洋事務比較廣 就是如果你們今天有 有興趣要去念我們的 念那個中山的海事所 其實通常海洋事務比較廣 它包含剛才說的 我的領土我的主權 我的甚至 就是我有沒有這個軍備的能力 或者那個海盜來 到底台灣有沒有那個 台灣的海巡追不追得過 或者 台灣海巡還蠻厲害的啦 但是要看海巡跟 嗯 好 當我沒說 好 或者我們的航空母艦的數量 欸 嗯 好像蠻尷尬的 或者另外一個 我們會去看什麼 會去看那個 那個 它應該講的是公務人員 就是我們有沒有相關的公務人員 開放考試 是海洋相關的 或者甚至 有多少的公務人員 是 不是你們海洋背景區 然後去做轉職喔 做別的事情喔 而是海洋相關的背景 進去做的就是海洋相關事務的事情 代表我有沒有開這個 因為說的公務人員 就是政府的 相關的事務的處理的人員 所以 如果我的政府部門裡面 沒有任何海洋事務相關的專職人員 那好像就代表 我們沒有真的這麼的關注 在我們的海洋事務上面 所以這個是海洋事務的這個部分 那 我 呃 好我等一下再 再回過頭來這邊 但是 欸 不對 左 1 在哪裡呢 那裡 好 所以我最後加了一個 因為 你都知道嗎 為什麼我一定要湊七嗎 因為你們有七組 所以我就一定要湊七 我最後加了一個那個海洋教育文化 那因為後來發現 我們之前在操作的時候發現 我們好像所有的這個指標裡面 缺了 教育跟文化的這個部分 所以代表 我有多少的 或者是我們之後 最後會談海洋文化 但是我們有多少的 從小到大 除了天這麼黑風這麼大 你們有多少的詩歌詩詞 或是國語課本 跟還有關 嗯 你們有多少的國語課本課文喔 國小國中高中跟還有關 有 除了天這麼黑風 欸這首還有嗎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 爸爸捕魚去這件事 還有喔 有 這是十虎無話的文章嗎 你們有讀要有雞的文章喔 欸那不錯欸 還有誰的 除了要有雞的 還有誰的 在國語課本裡面 會出現在課文裡面 跟還有關的喔 夏曼的 還有嗎 或者從小到大 我們有沒有任何的兒歌 你會唱的兒歌 跟還有關的 除了白浪桃桃之外 這個從我們幼稚園就有 好可憐喔 捕破網 好可憐喔 怎麼都是悲哀的 沒有快樂一點的嗎 我們有沒有任何 你們從小看到大的漫畫 怎麼是跟我說北海小英雄這樣 海綿坊 好像都不是我們自己本土的卡通漫畫 有沒有任何我們本土的卡通漫畫 是跟還有關的 本土 本土 我們本土也 本土 有啦 我們本土有一隻 那個叫什麼 母母那隻 喔 那個 給月女的那隻 好啦 那個大概只有 我會陪兒童看幼兒台才會出現 有一次 母母一隻藍色的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動物的那隻 那隻是台灣的動畫 那是台灣的動畫 蛤 那什麼動物喔 我不知道那什麼動物欸 可是我知道那是台灣人畫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動物這樣 所以 另外一個是海洋的教育 比如說 在座 我之前問過嘛 多少人會在海裡面游泳的 這是體育教育喔 這是體育教育 可是其他的部分是 多少人寫得出 剛才除了夏曼蘭波安跟那個 那個 欸 你們剛還有說誰啊 我現在秀到了 喔 跟那個 他是海洋文化基金會的 最早創始的董事長 之外 你們還寫得出 多少個有關台灣海洋的文學 或是海洋的作家 理論上 上次我講過 理論上 你們都是受過 九年海洋 九年海洋教育的小孩 所以你們是被受過海洋教育的 所以海洋教育應該要被埋在你們的 國 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科學 相關的課程裡面 所以我放了另外一個 是 你怎麼去評估所謂的海洋教育 或者是海洋文化 就是我會知道 欸這個國家的人 到底 有沒有這個所謂的海洋教育 或者是海洋文化 所以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們怎麼操作 但是 一樣吧 下課十分鐘想一下 對什麼有興趣囉 教主你們自己喬一下吧 沒有沒有沒有 誰的 誰的 沒有看到 誰要那個 海洋國際競爭 哇 我們好有國際 我們好有國際官喔 好 這麼多人要國際競爭 國際競爭 自己喬一下 我猜很多輸欸 我猜很多輸欸 你們說什麼 沒有說啊 什麼東西要 什麼東西要 你選什麼東西啊 喜歡什麼東西啊 快點啦 快點啦 好 好 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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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至少幾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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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欸 海洋支援 海洋支援 哇! 這是四家喔 海洋支援 自己解決一下 四個 我剛剛看到 有確定要的就站起來 我剛剛看到四隻手 還有誰? 你們不是有嗎? 喔 同組 所以三組而已 好 那個 那個 再來 海洋社會 海洋社會 社會什麼東西喔 那你還舉手覺得這麼開心 海洋事務 海洋事務 海洋事務沒有喔 那海洋教育文化 那就你們兩個選 看你們誰贏了就是海洋事務 好 教育文化我等一下跟你們說 因為那個不是很外加的 所以你們是 所以你們是海洋事務對不對 欸 小朋友 你們是海洋事務對不對 對齁 好 聽我講喔 好 我要你們做什麼事情 現在你們手上看到的這個東西 叫做 已經別人訂出來的 指標的大類 就是 不管我的 這些型態是什麼 可是 因為我比較擔心是 如果一開始給你們 通常大家對指標不熟的話 你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做指標 你可能沒有一個 一個想像就是這個領域裡面的指標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 每一個裡面列了十個 是 是我們曾經有做過的 然後列出來給你們 當作參考 可是這個不是 是你們這組要出來給我的唯一答案喔 所以 我要你們 伸出 你們這一個領域的二十個指標 用來評估這件事情的 所以比如說 我剛才 我的 海洋經濟 或者海洋社會 但是我希望你們自己去評估喔 你們上面這十個 不是你們直接就要放上去的喔 是有很多 你可能需要去做調整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想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去評估 我覺得這個城市 或者我覺得這個國家 基本上重視所謂的海洋社會 這件事情 那 我要你們列二十個指標出來 每一個 每一個主要有二十個指標 那 請你把這個指標寫在 我會給你們一組有一張大集 那你們可以隨便你討論 隨便怎麼在上面寫 或隨便怎麼去做操作 可是稍微想一下 我們通常 對指標不熟的沒關係 我們通常講指標是要可以算的 就是比如說 假設喔 我今天告訴你說 所有台灣人的快樂指標 他也要可以算喔 他 你就要想辦法去算出來 他比如說 這個人一天笑幾次 他笑越多次他越快樂 或是這個人 你們還有什麼當快樂指標 這個人一天喝韓糖飲料多少罐 喝越多那個韓糖飲料越高 應該越 越 相對來說 心情會越好 所以 這是我亂舉例的 可是這是指標的意思 就是我一定要可以算 因為指標是要去做比較的 我可以自己跟自己比 我可以今年跟明年比 我可以台灣跟日本比 可是我要有一樣的算的這個基礎 所以你們等一下去想一下 我不要出來的一個數字是 我的海洋社會叫做 這裡的人都很快樂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必須要告訴我 你怎麼算出來這裡的人都很快樂 是自殺比率非常低 或者 所以你要有一個算的這件事情 因為它叫做指標 好 所以 思考看看你們的這個領域 請大家列出來20個 你們 我跟你們這麼大指的原因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開始去亂話 每個人講的 每個人想都全把寫下來 我可能一頭拉圖寫了四五十個 大家開始去刪 四五十個 裡面這個好扯 我把這個刪掉 最後去流出這個所謂的20個 重要的 你覺得 叫做指標的這個部分 好不好 那我會在這邊 這邊 這邊 一起跟你們參與 所以如果 如果你可以在課堂上做完這件事情 就不用像上次一樣 回去把它Kitchen這個 我要你們下次把這張子 繼續帶來就好 可以嗎 所以你就不用增加 你們回去找做那個 那個魚的那個事情就好 你不用再把這個 這個東西帶回去 如果你們覺得你們都OK了 寫出了20個 你們滿意的 你們就把這張子留下來 如果你覺得沒有寫出 你們滿意的20個 你就把它帶回去繼續寫些完 但是 只需要把這個東西帶來就好 好 有沒有任何問題 指標 怎麼樣 就是20個指標 那我等一下會先去那個 那個 海洋社會 海洋教育文化 因為那個是我新加的 所以我沒有打這10項 所以我會先跟你們確認一下說 有哪些是我們比較以知確定 有可能可以拿來做參考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指標的狀況 好 OK OK 都沒有任何問題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們等一下就自己 一組來領一張紙 然後 如果你覺得原子筆太細不好寫的話 我們有大筆 所以 我們有稍微粗一點的筆 所以你可以非常高興的隨意你揮啥去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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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